看一下如果在机器往前开 我们就刮蹭到了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转弯的时候 掌握不好把轮的时间 转弯看A柱 出库看B柱 倒车看C柱 这么简单的开车技巧 为什么还有人不知道 你开车还会刮蹭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用 怎么去理解 今天我教会你 你再来开车上路 就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车辆会刮蹭 转弯看A柱 我们的汽车A柱 咱们可以看 也对应着我们前轮的这个位置 也是我们A柱盲气的一个位置 转弯看A柱 意思也就是 一到车头前有障碍窝 转弯看A柱的意思 也就是一到车头前有障碍窝 转弯看A柱的意思 也就是只要是一到车头前有障碍窝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只要是我们的A柱夹角和前方障碍窝底部重合 这个时候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大路 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的车头脚会刮蹭到前方的障碍窝 出库看我们的这个B柱 我们的B柱大家可以看 只要是我们B柱车身一次障碍窝时 无论我们的车和旁边障碍窝离得近还是离得眼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的时候 只要盯着我们的这个车辆的B柱 当我们的B柱和旁边障碍窝对齐以后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身就不会刮蹭到旁边的障碍窝 倒车看我们的这个C柱 C柱就是我们后门车窗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C柱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后车轮的位置 倒车你怕刮蹭 你们就记住倒车看C柱 怎么看我教会你 倒车看C柱意思也就是 我们倒车时不管是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窝离得近还是离得眼 不管车身是正的还是斜的 只要我们倒车时我们盯着我们的C柱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只要我们的C柱和我们要B柱的这个障碍窝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哈我们的这个车尾就不会刮蹭到我们的旁边障碍窝 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都可以这样操作 各位朋友只要记住这三个点 你拿到车的那一刻你就能变成老子弟 如果你掌握了它的用法 你再来开车至少是能烧走十年弯落 我车哥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